元朝末年,地住豪强大肆建兵投地,加上贪官污吏,天灾瘟疫,上百万人沦为流民,到处哀红遍野,尸海枕戒。元朝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元顺帝,治政十一年五月,走投无路的流民,投包红布,扛起锄头,竹竿,长枪,板斧,杀向腐朽残暴的元朝政府。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金军起义。 红旗漫卷,喉生动地,千万条红金变成愤怒的烈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烧,称辽原之势。 在这些呐喊的人群中,谁将脱颖而出,谁将成为旧朝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王朝的创建者呢? 这里是安徽省凤阳县太平乡。 今天,一户村民家里为孩子过满月,四邻乡亲们都要过来喝喜酒。 喜宴上的凤阳花谷是不可或缺的。 没有人统计过,千百年来这里有多少个孩子降生,但显然有一个人的出生会被经常提起,特别是在为孩子过满月的喜宴上。 距今六百多年前的公园,一三二八年九月,在太平乡的一个叫孤庄村的村子里,传说一位农夫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一位道人让自己吃了一粒闪闪发亮的药丸。 次日早晨,农夫的嘴里依然源源不断地飘出屡屡其乡。 当天,农夫产下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朱元璋。 与中国历代许多帝王的奇幻出身一样,朱元璋的降生充满着吉祥的预兆。 他的降临,似乎要给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以无限希望。 然而,多年以后,这里却唱出这样一段传遍全国的花古戏。 说芳阳,道芳阳,芳阳,芳阳本是个好地方。 似乎真的印证了花骨戏中所唱的《十年九荒》 朱元璋从出生开始就不断保偿人世间的种种苦难 朱元璋一家原本是为官府服役的淘金户 后来成为被地主种地的电农 生活贫困 遇到荒年常以野菜为食 然而即使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为继 就在朱元璋十七岁的那一年 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 公元1344年 淮河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寒灾 打地裂缝 庄稼颗粒无收 祸不单行 蝗灾和瘟疫接踵而来 朱元璋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 一天死掉几十人 家家死人 天天死人 厄运同样落到朱元璋一家头上 半个月之内 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先后去世 没有兽医 没有棺材 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用草席 裹了亲人的尸体 亲人死无葬身之地 兄弟俩只好央求地主 却被断然回绝 形而又好心人 可怜兄弟俩 最终给了一块地方 死去的亲人 这才得以安眠 经过了八十几年的统计 这个元朝的社会是不行了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让水利延久失修 灾坊不断地发生 那广罢老百姓呢 就是 落水一大片 那么他这个家庭呢 就是当时最底层荣民的 一个所有 就这屋 朱元璋无路可走 进黄绝寺做了和尚 说是和尚 其实就是混口饭吃 在寺院里 朱元璋每天扫地 上香 打中击骨 煮饭洗衣 然而打杂的日子也不长久 黄绝寺 本来靠收租米过日子 可这一年灾情太大 收不到租 寺院 也闹起了饥荒 僧人们也被迫 要出去化缘 这时 朱元璋 进入寺院 才五十多天 就这样 一个沐鱼 一个瓦波 朱元璋离开了黄绝寺 朱元璋 捡年岁收成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去 他先往南 到了河肥 转向西 来到故事 光州 西州 罗山 信阳 在北准到鲁州 陈州 东返 由鹿 鲁州 到影州 朱元璋 跋山涉水 走村串户 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 吃人家施舍的残羹盛烦 受尽了苦难 这样一个草野之民 这样一种社会经历 对于朱元璋的性格的形成 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因此 他知道 老百姓需要什么 他知道 老百姓要吃饭 要有社会秩序 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 朱元璋不仅饱长了 人生的辛苦 也开阔了眼界 这位二十岁的青年 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此时的社会 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 几年后 红金军起义爆发 熊熊烈火 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 包括朱元璋的家乡 此时 朱元璋回到黄厥寺 他待在寺里 天天听着外面的风声 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 一天 有人从豪州给他捎来一封信 劝他参加红金军 几天后 又有人偷偷告诉他 那封信已被人察觉 而且已经报告官府 劝他赶紧离开黄厥寺 投奔豪州红金军 朱元璋心里犹豫不定 便向菩萨讨了一个挂 结果是劝他造反 朱元璋这才下定了决心 原顺帝治政十二年 农历润三月的一天 在豪州城门外 郭子兴部下捉住一个相貌丑陋的和尚 他们怀疑此人是援军奸细 正要杀他 郭子兴闻报赶来 经自细盘问 方知此人慕名前来投奔 立即下令松绑 收为步兵 由于作战勇敢 并阻止多谋 朱元璋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 一个月后 提拔为石夫长亲兵 收入率夫使用 同年 郭子兴将养女嫁给朱元璋 25岁的朱元璋 从此逐渐进入了郭子兴队伍的权力核心 他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 从来不按规矩 按谁是主将做哪 把一个长条证 大家都坐一块 坐在那商量 那些人都把好地儿攒了 他就坐边 但是慢慢慢慢 他就坐中间 因为他主意多 大家不知道该办什么 他知道该办什么 越讲大家越拥护他 在元朝军队的围困下 郭州城里 粮草缺乏 病例衰竭 而且这里的红金军队伍人员结构复杂 纪律涣散 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 自己回家乡发展 小时候一块放牛的伙伴 徐达等几十人 纷纷前来投靠 不过几天 朱元璋招到了七百多人 郭子兴大喜 封朱元璋为政府 一年后又升为总兵官 朱元璋组建的农民军队伍 听指挥 守纪令 不抢劫和骚扰百姓 战斗力日渐强大 可是那个时候呢 也有很多拉杆子起来的 那些武装力量 那就是强 老百姓那样 是上老百姓 吃人呢 吃小孩 小孩叫 叫河骨烂 女人 女人也好吃啊 叫不羡羊 不羡慕羊肉 男人叫天把柴 男人不好吃嘛 煮不烂还得天把柴 这种军队能够得到 老百姓用户吗 朱元璋 他约束部队 他的部队 秋毫无犯呢 打下一个城来 朱元璋的军队 是水城墙的 这是我历史上 你见过吗 所以朱元璋 他后来就得到了 这个老百姓的支持 原治政16年 朱元璋亲自带兵 分三路 攻下吉庆路 改名应天府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从此以应天府为根据地 朱元璋建立了 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 并吸纳了宋连 刘姬等知识分子 到了这个程度 要是换了其他歌剧首领 一定会迫无及待的 要登基当皇帝 但朱元璋 听取了灰州老如诸生的指点 高筑强 广基梁 缓称王 当他有了一定势力的时候 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已经开始变化了 我们知道朱元璋提出的口号 就是要拯救生民于水火 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 你看 他怨然已经是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了 他怨然已经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了 占据龙盘虎聚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 对朱元璋而言 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他是朱元璋 在与西面的陈有亮 和东面的张世成等人的角逐中 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朱元璋整套反元统一计划 基本方针是 先西后东 先南后北 原制争23年 陈有亮与朱元璋在博洋湖展开了双方的决战 陈有亮倾其所有兵力 号称60万水陆大军 意图彻底将朱元璋的力量全部消灭 朱元璋以20万兵力迎战 河阳湖水战前后历时37天 陈有亮依靠众多兵力 高档的战船和充足的火力占据了优势 而朱元璋精心固执沉着指挥 率领将士顽强战斗 战役即行的异常惨烈 最终陈有亮战死 朱元璋一举击溃了陈有亮 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力 元治政27年9月 张世成被俘自意而死 10月大将军徐达长玉春率25万大军 挥师北伐 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 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 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 瓦解援军的事情 在宋连起草的北伐习文中 朱元璋打出驱逐葫芦 恢复中华 李刚沉寂 救济私民的口号 元治政27年12月 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平定山东 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 水路两路势如破竹 统一中国 指日可待 1368年正月初四 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 朱元璋在南京登基 国号大名 剑原洪武 从太平乡孤庄村的七封苦语 到黄绝寺的孤登穹影 再到淮西路上的托波增 从楚州城里的刀光剑影 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和冲天火光 朱元璋 这个曾经的放牛娃 农民 和尚叫花子 一路走来走到应天府 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那时候参加农民军的数以百万计 都是这些穷孩子 那怎么就出了一个朱元璋 他有过人之处 他心胸很宽阔 他既有这个人格魅力的凝聚力 他有这种权威感 大家愿意跟着他做事 登基之后 洪武元年八月初二 北伐军顺利攻入元大都 元顺帝顿逃塞外 燕云地区光复 举国欢腾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 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 统治经验和政治执着的一个继承 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 所以他提出普遷之下 接证赤子 不管是什么民族 我都要使用 我都是我的臣民 我们都不要区别 然而战争过后 百废戴新 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 明朝建立之初 朱元璋所面临的近况 使人口锐减 经济崩溃 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大量土地成为荒地 洪武三年 一个在朱元璋心中 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 正式开始了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洪桐县的 大槐树公园 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 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 祭拜他们的祖先 传说 洪武三年的一天 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 从这里出发 被官军压戒着 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 前往全国各地 明初的移民 前后历时四十余年 仅在洪武一朝 就先后有两千余个姓氏 至少一百六十余万人 从山西 江西 江苏南部等地 向河南 河北 山东 辽宁 安徽 湖北 湖南等十八个省市 五百多个州线迁徙 朱元璋的移民 不仅是把人口 从稠密的地方 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 还把很多富裕的地主 迁徙到贫穷的地方 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 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 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和流民得以安居 这里是南京的玄武湖 在这里 曾经存放着标志明初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档案 黄策 明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 编制户籍策 每里一策 详列各户人口 填土 房屋 称为黄策 与黄策密不可分的是填土策 也是按理为单位 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 位别 面积 田主姓名等 填土策 图形相接 壮如榆 故称榆土策 这个是明代的一个战狼工具 叫神车 神车呢 就是用麻绳啊 就是 缠绕在这个墨鲁路上面啊 这个上面呢 用红石线来作为刻度 这个是作为战梁的大片土地啊 这个 使用神车 小范格土地呢 去用这个工 这个工啊 工手来操工 操工呢 它这个就是五尺 这个五尺为一步 它这个就是一步 一个跨度来说一步 它这个就是叫工 这些杖梁土地的工具 可以精确到寸 从而保证了榆林图测 所记录的土地数据 精确而又详细 它这个布地呢 从它官方来说 它是为了征税 对于农民来说呢 实际上等于 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水平 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 和土地的从属关系 就稳定了国家的根基 洪武二年 朱元璋亲女田母 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 大发感慨 农为国本 百须皆其所处 比心情弱势 为之私慕 异常敏念之乎 且均为人儿 身处富贵 而不知贫贱之艰难 古人常以为戒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 国家的一切需要 都来自农业 农民们那么辛苦 而管理这些农民的官员 有谁怜悯过他们呢 古人常告诫我们 千万不能因为 自己的生活优越 而忘了还有人 正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境地中 在朱元璋的中时下 洪武年间 全国的农业生产 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 到洪武二十六年 明朝开根土地总量 已达到八百五十余万顷 税量收入达到三千多万单 中国封建时代 自宋朝历经元朝以来 一直下滑的经济趋势 终于被彻底扭转 并开始迅速回升 朱元璋讲的两句话最精简 说如今的老百姓 天下刚刚安定 他们如出飞之鸟 不可拔其 如出植之木 不可摇其根 你看 他懂了农民的这个需要 他知道这个国家 才能够恢复和发展 太阳ござ olho他 照顾我